来 来 来 笑什么 还笑还 老许啊 老许 你不会以为我喜欢许致吧 你不喜欢许致 你跟着里边讲话什么 我这不是在演戏呢吗 演什么戏啊 老许 我要不这样 能释出那小子 对许致的感情 到底有多坚决吗 是 我承认 我说的话重了点 可是我说的都是 切实存在的问题 咱也不能忽视啊 那小子可倒好 心里那么脆弱 我没说几句呢就受不了 撂挑子走人了 老许 你把你的女儿 交给这样的男人 你能放心 这倒也是吧 可是我怎么知道 你哪儿是真的哪儿是假的 哪个是演戏呢 你是不是蒙过 老许 你可别忘了 我雷达 可是跟你许北洋 并肩作战过的黄金大档 我怎么可能蒙你呢 我怎么可能害许致呢 你的话我回去做我们做吧 老许 老许 谢谢 最近没跟小柱联系啊 没有 没事约他出去玩玩啊 有什么好玩啊 闹气了 闹气都算不上了 上次吃饭的时候吃一半 那样子走了 就再没联系了 你主动主动联系人家呗 这种事情哪有女孩子 主动的呀 算了 反正在一块儿也特别扭 你谈过恋爱 结过婚 你小柱那孩子老实 没接触过女生 这点你得多体谅人家 你是不知道 我已经够体谅她的了 说话说不到一块儿吧 是我在硬着话题 每次去什么地方呢 都是依她的兴趣来 她说去哪儿 我们就去哪儿 挺好 是是是 这些都不算什么 最可怕的是 我俩吃饭都吃不到一块儿去 这哪是约会嘛 这是折磨人 吃不到一块儿去 是个问题 再给人一点时间 再进一步了解 顺其自然 你 我就说没事了 你非得要折腾一趟 有事没事 你得灵气复查 你这心脏啊 你自己得当回事 我知道了 知道了 没事的 总说没事 回头不注意 万一有事可怎么办 大不了我去那头找我闺女 我们一样找点团聚 又胡说八道 你找晓云去了 晓云不得埋怨我没照顾好你啊 这半夜做梦 找我算账怎么办 你想吓死我 好 好了好了 我错了 我要替你和大夫的 以后注意点 行了吧 这态度还不错 我呀 就总感觉到 总是请假陪着我办事 心里关也不屈啊 我又得批评你了 刚才赵太伙怎么说的 我可是您姑爷 养老的女婿半个儿 不用白不用 答案 我那闺女啊 这一辈子没有嫁成你 我先认一个养老女婿 不错 对喽 还好啊 这次拍完片 心踏实了 这怎么这么难着呢 老许 你帮我整整这个照片 老许 我说老许啊 老许你帮我整整这个照片 你帮我整整这个照片 我早就整得上来了 我这电脑啊 真是不行 还得请你这科技达人出手啊 好 你在这儿琢磨什么呢 你上午了 是不是家里那点事啊 说说吧 我电脑啊是白给的 你说家里的事啊 你得请教我 老许啊 你帮我琢磨琢磨 我们家小致不是最近搞了个对象吗 小伙子无论从人品还是业务方面 都没得说 可是我们家小致呢 跟人家就是不来电 你给出这主意 怎么着能让两个人的关系进展得快一点 你说这事我上哪儿去懂啊 你不是说让我问你吗 那得分啥事啊 那男的 女的 那谈情说爱的 我这么落语的上哪儿明白啊 另找他人吧 知心朋友不过一个巴掌 你让我问谁啊 你找雷达呀 小致的离婚 都是这个雷达一手造成的 他是最快活胜 虽说是离了婚对小致是个好事 但是雷达对小致的婚姻 应该是负责任的 再说了 你和雷达的现在关系处点不错 太太的电视节目里 为了一些情有所困的男男女的指点没筋 我看这事啊 你就找他 让他跟你想办法 嗯 这小子鬼主意懂 这就叫 谁惹事谁买单 他小子不能 他管杀不管买吧 好 爱是让人放弃一切的东西 爱是让人沉入谷底的东西 古话说得好 爱是折磨人的东西 这是古话 这不是歌词吗 我现在就想弄 我还是弄弄不明白我听你说这么多话 你跟这个电台女主播安琪吧 虽然说你们俩人现在相处得也不错 见面也非常不错 但是啊 你想要上升到爱情这个层面 还差得很远 我现在就想知道了 我现在这种感觉是不是爱上他了 像你这种花痴男吧 无非也就是两种可能 哪两种 在爱情中啊 有两种模糊的感觉 这个第一种吧 就是明明已经恋爱了 但是却不自知 第二种呢 就是以为自己恋爱了 但其实上这只是一种错觉 过一段时间 就好了 你理会了吗 兄弟 我还不明白 你说得太抽象了 不怪大壮听不懂 你说得 再详细一点 打个比方吧 就比如打个 你看啊 原来多高冷一人啊 现在啊 变化牢了 没事还总傻乐 你说谁呢 我举个例子嘛 尤其是你看到什么好东西的时候 你就想分享给那个人 这样就坏事了 是吗 那 那还有救吗 有救有救 这其实也非常简单 你只要仔细观察 冷静分析就可以了 一个你很有感觉的朋友 跟你真正想要谈恋爱的人 他还是有区别的 这怎么分析 怎么观察呀 这怎么分析 怎么观察呀 你看啊 当你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 但是他突然有了一个 比你更好的朋友的时候 那你心里肯定 很难受 感觉像被背叛了一样 是吧 对 有的人就会把这种情况 误认为是喜欢 甚至有更极端的 就是只不过呢 是你过去片段回忆中的延伸而由 像达哥嘛 肯定是这种情况 对 对什么对 你胡说什么 敢拿我开帅了是不是 我看你胆肥了 刘小白 还不赶上干活去 肯定是被我说中了 小白 你还没跟我说说我呢 老许 你怎么来了 坐 又训他们了 小孩不懂事 成天让我操心了 好 您找我什么事啊 上次你跟我说那些话以后啊 我回去想了想 分别和许致 朱尔文聊了聊 我觉得许致和朱尔文的感情 可以发展下去 你确定 确定 极肯定 就是这小猪啊 情商太低了点 光我一日着急没用啊 是 这也不至急的事 咱们得慢慢想办法 你办法多 所以我找你来了 你还得出主意啊 看看怎么能帮上那朱尔文呢 老许 他俩谈恋爱 我能有啥办法 总不能用手摁着他俩脑袋 让他俩拜堂成亲吧 那我不管 让许致搞对象 甚至你跟我出的主意 不能到现在了 你甩手不管 话不能这么说 老许 我好心出主意 还老许不是了是不是 我没说你不是 那你什么意思啊 男人别这么小心眼 行不行啊 咱俩谁小心眼啊 我教你这种朋友 我还掏心掏肺的 我真是比痘恶还冤 许致一个人走到今天这步 不容易 朱尔文虽然木讷了点 但是他对许致 还是一片真心的 我觉得朱尔文就是 能陪许致走下去的那个人 我不愿许致错过这个机会 老许 老许 既然你认可了这个朱尔文 那我就帮他一把 有什么办法 咱们 就给他来一个 完美速成计划 速成 那怎么事情 我保证 给许致打造出一个 完美耐用 朱尔文 你 你整一粉红色的游泳圈 跟大姑娘似的 拍啥呀 你烦死了 我多拍几张 那一看 妹妹啊 我和雷达 我问你一点事 你问啊 你一定要详细回答我 这可关系到 你姐姐的终生幸福 我姐要相亲 许致要相亲 学长 我赤无不言 言无不定 好 你说吧 你说吧 你想到什么 就说什么 多多益善 我姐呢 虽然平时说 我记考爱吃清淡的 但是说实话 她是个重口碑 你带她吃的麻辣小龙虾 她比什么都开心 吃起她的时候 牛排一定要吃的时候 她最喜欢的咖啡人 焦和马基罗 还有 在她过去买衣服的时候 硬似乎说 你穿什么都好看 她这个人特别讨厌 没胸没款喜欢 赶紧没款 行 大哥 一到七号高能力结 今天 我姐来给你妈 打你妈 一号到七号来 来 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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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您能亲自来见我 没能走进许致心里 是我的问题 是我的问题 说实话 我对谈恋爱真的一窍不通 我也不了解她的问题 也许她的朋友说得对 我配不上她的问题 你想多了 哪有一见面就了解的呀 两个人谈恋爱得慢慢相处 慢慢磨合呀 是不是 可是我没有信心啊 因为信心咱们树立信心哪 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喜欢不喜欢许致 这什么意思啊 男子还拿账户吞吞吞吞吞的 这像什么样子 你要是实在不喜欢许致 那以前的话就算我没说 好吧 我怕是 从我第一次见到许致的时候 我就下决心 我愿意一辈子 跟这个女孩子在一起 这不就行了吗 你除了这衣服 没有别的衣服了 没有了 这是裤子吗 松松垮垮的 谁还穿这种裤子现在 我的天哪 你居然还穿着白袜子 记着 以后 穿什么颜色的鞋子 就穿什么颜色的袜子 行了 跟我来吧 我给你重新打造一下 黎大哥 快去吧 阿飞老师让你去 就快去啊 放心吧 有点邪乎吧 能行吗 绝对没问题 阿飞是我们这儿 最好的造型师了 很多明星嘉宾来 都是他给做的造型 那她自己怎么穿 那么破的裤子 这裤子跪着呢 这不叫破 这叫潮 那就请好了啊 确实利索多了啊 好 双方坐下来之后 停 一定要让女方先看菜单 看看女方喜欢吃什么 在女方不知道点什么的情况下 你可以适当地提出你的建议 千万不能上来 也不顾人家吃什么 就胡点一通 我对这个餐厅也不太熟 不如你来吧 如果女方让你拿主意点菜 你要注意女方有没有什么忌口 千万不能为了炫富而点太多 也不要点太少而让人吃不饱 在等上菜的时候 你要主动一点引起话题 千万不能 你看我 我看你大眼瞪小眼 所以在约会之前 要做一些功课 看看现在有没有什么 时事新闻啊 娱乐八卦啊 可以谈论的 千万不能再提你那些 论文研究什么的 不然谁也帮不了你 最后买单时 男方一定要主动 若是女方过意不去 你可以提下次她请客 这不 这不太合适了 这也是继续发展的一种暗示 也行 也行啊 有一点你一定要知道 当这个女孩她愿意跟你进行 吃饭游玩购物逛街 看电影啊这些活动的时候 就证明她对你 已经有一定的好感了 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注意了 四字真言 投其所好 可是这怎么投其所好呢 打动女孩无非就是两点 一个就是时刻的观心 一个就是不时的小惊喜 这个也太难了这个 女孩子嘛 你一定要搞清楚她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 就比如说吧 这个女孩跟你说 随便随便什么东西你定 这个时候可不是真的让你随便啊 没有啊 没有随便 那都是假的 对 这就是让你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观察出这个女孩到底喜欢什么 然后给她正确的选择 可是那怎么才能让她真正的高兴呢 这个嘛 我也没办法具体交给你 毕竟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总之这个女人心还抵震 你要走的路还有很远 去见朱尔文啊 走啊 走了啊 雷达 许致已经出门了 我已经通知朱尔文了 咱们现在是不是应该到目标约会地点 好 好 好嘞 上次感觉你还挺喜欢他们家饭菜的 嗯 他们家餐食真的做得还不错 那咱是跟上次一样呢 还是换个别的口味 听你的 我都可以 服务员 没白培训 多有成效 好 来一份儿 切不可调音精心 我还得出门 还是有点切成 要八分钟 好 谢谢 这小子挺充分的 全记住了 光记住了不行 还得举一反三 一不变应万变 是变还是不变呢 下一步怎么着啊 爸 爸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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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在家 没在 你处在那儿干什么 过来呀 警报解除 老公 进来呀 放那儿 我天哪 累死我了 老婆 这也不知道你爸还生不生我气 我现在一进您家 我两个腿都干颤 我纠正你两点啊 第一是咱爸 第二这是咱家 再说了这都这么长时间了 我爸肯定消气了吧 老婆 老婆 这东西放着咱走吧 别见着爸再添堵 这么快就走啊 走走走走 快快快 我这包没拿呢 快快快快 你回去干吗去啊 走走走走 我这刚来 进来 你留着吧 工作累了看到他 也会觉得很开心的 我问你个事 你别生气啊 怎么了 怎么了 你最近状态这么差 是不是因为许小姐啊 跟她没关系 那你为什么 对她找对象的事这么上心 要是没我们的节目 她可能离不了婚 不管怎么说 我伤害过她 能帮她一把 也算弥补我 心里的愧疚吧 那就好 不是 你瞎操我哪面子心啊 我倒是想问问你 你跟你那个男朋友 出得怎么样了 他挺好的 对我可好了 什么时候领工作时代 给我们看看 让你哥哥我 给你爸爸关 我谈男朋友这个事 你一点想法都没有吗 想法 想法 嗯 太有了 抓紧办事 你看看啊 我以为他们回来过了 回来啦 人呢 你这开什么玩笑 那人肯定在你回来之前 早走了呀 好 难受啦 没有 你呀 就是嘴硬 非得治这个气 闹到现在女儿都不愿意 回娘家了 你就舒坦了 我没不让她回来呀 那可不是吗 那人家每次回来 你都给王冯脸色看 挑这儿挑那儿的 谁愿意回来 别听那臭小子 听得我就来急 她可比小朱差远了 就如嘴硬 难道你不想 一家人都和和气气的 围在一桌子上 好好吃顿饭 想收天轮吃了吗 行了 行了啊 你仔细想想 其实 王冯队威威挺好的 而且这个人也不错 你总要给别人机会 让人家表现表现嘛 你就原谅他们吧 看在你最近 跟小朱进展的分上 我可以考虑考虑 不跟他们计较 乖 来 刚薄了 我还要考验考验她 你认识这个事情 一定要解决清楚 那你还在你上什么发了 你一定要解决 卫生啊 这卫生环境不好 就是因为你们工作不到位 每个月的卫生费交那么多 卫生还打扫得不及时 你们去看看街道的环境 到底有多差 你们去看看 是啊是啊 小区整天臭哄哄的 这样时间长的 对大家就身心健康也不利啊 对啊 是不是 垃圾清理是环卫部门负责的 我们居委会说了不算 那清扫人员不是每天都在打扫吗 那人少一时忙不过来 我们也没有办法呀 你这是给我们的解释吗 就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 这个居委会吗 不用说了 你不要说话了 去把你们领导叫过来 去吧 你不要说 你就说我们心里还没气 你解决不了 小刘 电脑坏来了 去帮我检查一下 小刘 我们也不懂 张大妈 怎么了 大让天的着急上火 小王啊 你可来了 你们这工作人员都什么态度啊 我们不就过来反映小区的这个卫生吗 咋还不让我们反映了 哪能不让反映呢 您给我们提意见 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工作 是不是 那你看看这态度 那个我觉得这样啊 大家锻炼了半天 吵了半天也累了 锻炼身体本来是好事 一生气身体就不好吗 这样咱们进屋休息休息 喝口水歇歇脚 不着急不着慌慢慢说 好不好 来来来 不用 我们就不进了 你就在这儿给大家一个说法吧 是啊 给大家一个说法吧 咱跟我们说说 好 我明白我们办公室 按照您的卫生标准 一定是脏乱差 是不是 我先保证 一定提高我们的卫生条件 我们都提高不了 怎么服务各位街坊邻居呢 就是说 就是说 我先保证完了 我能不能提几个小意见 你说 你说 好 好 环境问题是人人动手 人人参与的大问题 不能把责任全部怪罪到清洁工身上 我希望在场的所有大妈们 都能提高保护环境的意识 不能只顾自己的卫生 不管其他人 比如说 出去遛狗 要及时地清理这狗屎啊 扔垃圾 不能随地被乱扔 只要我们人人受责 一定能把这卫生条件搞上去 是不是 是 是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 咱们这么处理 咱们先回去 看看哪儿还有脏万差的现象 帮我们记录下来 只要我们去委会能解决的 一定集中致力 彻底解决 平时啊 大家也多监督 在我们小区里看看有没有 破坏环境的不良习惯 只要我们大家互相监督 共同努力 这环境一定能提高上去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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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早正说 咱就不上火了吗 咱们这些姐妹们 也不是不讲道吗 我们的小区靠大家 我知道各位大妈们 最支持我的工作了 是不是 你老师说话 咋这么重听啊 也是啊 坐下来咱们 那这样 大妈们先回去歇着 只要有什么问题 及时地向我反馈 我一定彻底解决 行 好好好 行行 我们小区卫生的环境 就靠你了 姐妹们今天就到这儿吧 行 也不要耽误她的工作了 咱们走吧 好好好 走吧 行行行 那您慢走 多喝水 张大妈 行了 走了 多喝水啊 大妈 好 慢点走 慢点走 好嘞 没问题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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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王 爸 你怎么来了 这是你爸 我岳父 我岳父 晚上回家吃饭 你岳父做什么工作 小兽 鸟类专家 怪不得那么有风度有气质 小王 刚才这个事你处理得非常好 跟人民群众打交道 就是要有这样的涵养和气度 是是是 不错 好 我一定努力 主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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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天后 法国卡雷尼纳三重奏音乐会 将在井海市音乐会礼堂上演 爸 爸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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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爸 爸 姐 回来 正好正好正好吃饭 来来来 快来 爸爸 来呀 爸爸 来来来来 爸 留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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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就好啊 爸 别愣着 赶快洗手 来来 帮忙 我来 帮我 我来 我来 来来来 太丰盛了 莫丞 来呀 来了 你快 好快 来 你坐吧 坐 好 好 太丰盛了 玩得开心吗 开心 爸 就是挺想你的 来 来来来 拿钱 拿钱 坐坐坐 坐坐 快坐 好 这一趟玩得可开心了吧 这一趟玩得可开心了吧 开心 挺好的 我听说你已经开启了人生第二车啊 彻底走出离婚阴霾了 喂喂 好 我还听说是个海归名牌大学双料博士 对我姐可伤心了 还托雷达给我打电话问的可详细了 姐爱吃什么什么具体情况的 太仔细了真的 雷达给你打电话 雷达给你打电话 我托雷达问她点事 别正说你姐的事 你们俩的事也得想想 看看怎么解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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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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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不是看在你肚子里的孩子的份上 我不会同意你们结婚 现在魂也接了 明月也过了 该收信过日子了 我知道 知道 知道 好 检查了没有啊 没呢 这不刚回了吗 明天 明天去 那明天我陪你去 不用 爸 明天我陪他去 你不是很忙吗 这么重要的事我应该陪着 这还差不多 真是 吃吧 对 吃饭吧 先吃饭了 好好 陪他叫我做的 谢谢爸 谢谢爸 尝尝好吃不好吃 爸 太好吃了 好吃 别咋那么邪乎 真好啊 老公 老公 好看吗 好 放回去吧 你拍照能走点心吗 走吧 老婆 差不多了 这挺多的了 买的 你也觉得这个好看啊 挺好看的 我这么小啊 快来 快来呀 这太可爱了吧 是不是超级可爱 就这啊 尔夫家仓库一堆呢 你又要能给你拉了一卡车呢 不能一样吗 老公 你想一下 我们要是个女宝宝的话 穿上这个是不是蒙帆了 那要是个男的呢 这 这 这个应该是男孩的 我觉得还是男的好看 所以啊 万一是龙凤胎上 所以男孩女孩都要啊 老婆 这 这一车了啊 要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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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买买买 你喜欢的就买 好 怎么了 肚子又有点烫啊 怎么用 刚才我就告诉你 别吃那么多榴莲 还能吃啊 那我现在怎么办 我食欲大 我自己控制不住我记忆 注意点 那你怎么 怎么办啊 那个 我上个厕所啊 我陪你去 不是不是 你 你结了账 就在那个地方等我 行行 你自己行啊 行 慢点啊 嗯 咱们赶紧进去吧 好 喂 老许 喂 那儿怎么样